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计较成本不予炒短线 以这样的感觉为优先所创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做线上游戏 大部分线上游戏并不是很重视剧情 或是一些美术的设定 餐店率有一些很细节的部分 比如说有一张桌子都会磕很久 比如说一个角色的鞋子也会做很久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我们想要找回一二十年前玩游戏 那种感动的感觉 这感觉其实就是说 这个创作者他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 本身他已经把自己全部的感受都放进去了 那以前的游戏其实他不需要很大的广告 他的广告的那个方式 也跟现在来讲都落伍很多 以前游戏比较不散包装 可是很奇怪 玩家看到那个游戏本身 那画面那种故事 就会有很感动的感觉 就算击败我 也击败不了我的意志 一千五百多个日子 五亿元的资金 在游戏制作人黄振宇的细细琢磨下 不只是感动了自己 更将这个源自台湾的游戏 精脆成一种文化传达给全世界 希望把台湾人的一些风俗啊 一些文化 那我相信这些细节的话 其实只有台湾人才会知道 才分辨出来 就是大陆跟中国 跟东南亚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东西 能够包装给全世界 那当然说我们后来有去参加伊山展 或者是东京电玩展或韩国 其实很多的外国人 特别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 也让我们很吃惊 那就是说他们 其实外国很喜欢一些 比较独特的东西 或者是比较 就是你这个文化 独有一个特色 那我们这样一个包装的话 其实似乎产生 让世界产生一些共鸣 引人入圣的剧情内容 并不只是写出好看的故事即可 必须要专注地在看不到 或不起眼的细节 并将整个游戏提升为一个 完整的世界氛围 所以我们在做餐天旅游的时候 它是线上游戏 可是我们把角色 尽可能的安置一些 非常合情合理 会符合当下剧情需要的角色 而不是说突然间中一个NPC 说这边有新手任务 你赶快来接 基本上我们不会这样 做这样的一个设定 我们尽可能就是 回归一二十年前那种 带给玩家感动的那种设计 就是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人物 都是精心去刻画 都是很用心去有它的一个 世界观跟故事的 让玩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先不用跟别人互动 你光跟场景 光跟人物 甚至跟这个特效 你都会感觉它在对你说故事 那这样你才有机会说 你可能打过一个关卡 打过一个副本 你会突然间觉得 苦尽干的 就像世界二十年前 玩游戏那种感动 产品的制作也必须 维持开发游戏的一贯精神 传达感动的初衷和本质 我们的产品的外包装 我们的网站 还有我们的 公玩家纪念这个点唱版 它也必须 如同它游戏本身的灵魂一样 它必须有那种 好像这才是游戏的感觉 我们包装 只会回归它的本质 就是这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东西 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会很喜欢的一种 一种层次 我们把它表达出来 游戏本身之外的 这些画册 还有音乐 还有我们也做了一个项链 我们都是 从它制作的工法方面 或是它选定的材质本身 都特别特别去呼应 游戏的理念 就尽量有那个质感 尽量有带给一种 激动的感觉 让人爱不释手的感觉 希望它不需要 不要透过太多的广告包装 就可以让人有一种 这就是我要的东西 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通常我们就会打掉重做 打掉重做 我们希望餐店率之后 它面向市场的时候 它本身不需要 很大的广告行销 它就会自动的 产生吸引人的这些要素